近日,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引发各界关注与重视,多地疾控中心发文提及,开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。 1月15日,武汉疾控预防医学服务中心推出新冠病毒核酸抗体水平检测服务。 1月31日,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全毅对媒体透露,北京市即将开展人群血清抗体调查,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方法。 2月3日,湖南疾控发布通知,自2月7日起,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服务。 通知中提到,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费用为32元。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? 新冠病毒抗体,是感染新冠病毒后机体自我产生的免疫反应标志性物质,常见的有IgM抗体和IgG抗体。 在感染新冠病毒后5天左右,血清中会逐渐产生IgM抗体,但该抗体衰减较快,只能维持2到3周时间。 检出IgM提示最近发生感染,可用于感染的早期诊断。 IgG抗体在感染中晚期出现,低度有一个持续增高的过程,并在血液循环中保持较长时间存在。 大部分人可持续半年或者一年以上,对人体再次感染有保护作用。 检测新冠病毒抗体数值,可以帮助受检者评估自身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情况,是科学做好个人防护的参考依据。 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而言,比如至今尚未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慢性肝肾疾病、恶性肿瘤等疾病老年人群体。 此前,有报道称奥密克戎的XBB毒株感染后可能出现腹泻等症状,实际上,冬季引发腹泻的未必是新冠病毒。 近日,多地疾控部门提醒,若如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腹泻已进入发病高峰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